腾讯体育11月14日训NBA常规赛 火箭客场以109比99立刻决金 迎来两连胜 哈登砍下22分11助攻5助攻 其中下半场砍下19分 保罗贡献21分 哈登率队击把决金数据统计 火箭全队6人得分上升 除了哈登和保罗 卡佩拉得到24分9篮板 塔克12分6篮板 恩尼46分 戈登11分 决金方面 约基奇14分12篮板去助攻 米尔萨普13分 穆雷15分 本场之星 哈登末节11分接管比赛在上半场 哈登发挥平平 雾头一中只得到3分 但从第三节开始 哈登正态回温 丹杰得到8分和6次助攻 而到了第四节 哈登更是开启MVP模式 在决金试图反扑的时候 哈登连续持球担打 突破 3分和罚球无法阻挡 丹杰轰下11分 几乎比一几只力将优势扩大 率领火箭赛克场全身而退 花絮保罗晃运约基奇手机还升起分多周 保罗错位单打 约基奇 上演了教科书般的一小打打 保罗连续运球 突然启动 引底线突破 然后一个拉球跨下运球 约基奇赶紧回身 但保罗换手运球 洋装继续向右突破 约基奇被耍得团团转 在约基奇失去防守位之后 保罗急停后仰翘头 球稳稳命中 卡佩拉格扣绝金 两大汗降火箭和绝金 都是以进攻著称的球队 比赛中自然也不缺乏精彩的得分镜头 在此节开始后不久 戈登和卡佩 拉做了一个挡拆配合 戈登突破分球 夏佩拉根进阶球 他一跃而起 隔着普莱姆利和玛丽克比斯利 就是一个凶猛的暴扣 羞辱了对手两员大将 哈登没回房简陋得分半场 还剩五分多周 火箭投篮不中 哈登篮下散篮板被撞倒在地 绝今快速退反击 哈登才起身 没能及时回房 而没想到 哈里斯上篮被封改 就落到坦克手中 他直接把球长传 给在前场 无人防守的哈登 哈登笑那道理 轻松上篮得到两分 这就是默契哈登助攻卡佩拉空扣 哈登上半场进攻欲望一般 只得到三分 但他为队友送出不少好球 比如这次进攻 哈登和小佩拉打打拆配合 吸引方守候 送出高跑传球 球正好远或约一击棋的剧场 之后的事情就交给小佩拉来完成 他高高跃起 双手接到球就是一个空接爆扣 哈登持球单打突破爆扣 哈登上半场只得到三分和四助攻 但他在第三阶站出来接管了进攻 单阶得到八分和六次助攻 包括该阶结束前七分多钟 火箭由手转弓 哈登控球 起初是慢忧忧运球到前场 然后突然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加速突破直冲篮下 腾空而起就是一个滑翔单手踢扣 火箭小将要害部位被顶到三节 还剩五分钟 米尔萨普强势突破到篮下 火箭小将克拉克赶紧扑过来补绑 在空中 米尔萨普的膝盖顶到了克拉克的要害部位 后者被抓扮在的 再坚持了一 会后 克拉克回到更衣室接受检查 索性并不大碍 比赛回顾保罗开场 恩尼斯和塔克连续命中三分 卡佩拉空接 火箭打出13-7的攻势 但绝静很快作出回应 约机器突破 哈里斯命中量级三分 他们回进一个13-4攻击波转超比分 首截结束前 保罗命中一个三分 火箭以27-30落后绝筋 次节 两队继续对攻 莱尔斯爆扣 格登回来就投中三分 莫里斯远投 保罗就回进一个2-1 塔克远投 卡佩拉空接 火箭以44-41反超绝筋 此后两队各打成几次进攻 半场结束前 木雷连突带头攻下4分 绝筋155-54领先火箭 一地在战 两人比分交替上升 进入第三阶中段 哈登和卡佩拉连续爆扣 恩尼斯3分 火箭逐渐占据了主动权 约机器强攻完绝筋追分 但哈登马上标中三分 还以颜色 之后又到反规罚球 格登单打得手后 火箭三截后 以86-76领先决筋 末节 决筋反扑 一度将单插锁小至4分 关键时刻 哈登挺身而出 罚球和突破攻下4分 为火箭温柔局面 决筋进攻15 哈登单打 之后又命中3分 火箭将优势扩道到了两位数 中场前3分多中 哈登助攻卡佩拉爆扣 火箭领先15分 锁定胜局 两对手发阵容 火箭 保罗 哈登 恩尼斯 达克和贾佩拉绝接 穆雷 哈利斯 埃尔南哥迈茨 米 尔萨普和约基奇 祥安